前总统马英九跟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 昨天晚间受邀出席北市里长授证典礼 按照原定的流程 马韩有机会同框 没有想到马前总统提早到场 待了10分钟就快闪离开 跟韩国瑜擦身而过 也引发外界联想 两个人是否心结未解 上午马英九办公室执行长肖旭曾还原当时的情况 强调马前总统之后还有既定行程 原本也预期会跟韩国瑜碰面 两个人从来没有心结 不过部分韩本恶意攻击不断 往后马前总统是否出席相关的造势活动 还是会谨慎思考 10号国民党北市里长授证活动 前总统马英九当主席吴敦义都是坐上宾 但马前总统前脚刚离开 韩国瑜正好抵达同框破局 总统为什么今天提早到啊 好 谢谢 直说有行程 但马前总统提早抵达只待10分钟 就快闪难倒马韩心结未解 还是长预期到的时间是6点 所以本来就可能会遇到 我们也预期会遇到 那没有遇到 我们也只能说这个可能是人太多 时间到了我们还是要赶快赶 我们不能够失礼嘛 这个是一个做人基本的道理 8号新北造势 马前总统被韩粉虚下台 虽然韩国瑜亲自道歉 但部分韩粉人灌爆马英九脸书 标骂他机场小肚甚至呛瞎 郭台铭参选2020 一切都因马英九而起 对任何人要参加国民党的初选 马总统除了乐观其身 还有什么样的立场 韩粉鼓噪 甚至于这个虚 虚声 我们要考虑是不是要让马总统去 是否在帮韩国瑜站台幕僚还要评估 另外韩国瑜时候致辞时 突然炮口对内再爆失言争议 四年之后我们就真的提了丁守中 一开始声望非常好 又是大学教授 最后又开始说了 佛系打法 不讲话不做事也没有动作 什么都不弄 温吞吞三脚踢不出的 搞到最后大家开始没有信心了 蓝军开始怀疑 为什么不提蒋万安 丁守中意外中超 党主席吴敦毅脸色超铁青 不要有佛系打法 也不要有黑系打法 我们要谈希望 我们要谈愿景 于众欣常善意提醒 别让自家人还没完成整合 闲闹内讧 讲华云林宇台报道 小党主席吴敦毁 进行